有生命啊 對啊 舉頭三十有生命 生命保佑我 兩次了 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你了 這裡已經快要沒什麼路了 欸 我成功 啊 我也掉了 欸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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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掉了下面欸 我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行了 我已經不是跳跳小王子了 給你 給你 你才是跳跳200 有啦有啦你贏啦你最棒 你最棒 可惡 而且你在上面還蠻久的欸 我是後來才看你掉下來 現在小張小張連話都不講啦 我還能講 我要說 好好說好好說清楚等下說 那個 能夠 繼承你的那個 你的頭銜 繼承你的頭銜絕對是我 最大的榮幸 沒有繼承啊沒有繼承頭銜啊 沒有繼承頭銜啊 你是別的頭銜去去去去 自己去找一個頭銜不要跟我搶去去去去 對 來啦我們來玩別的 好 按錯了 我想要 我們先測試一場 我想看看會幾件 死掉 幾件 就我今天跟你講的那個啊 我想要玩那個 欸 喔 欸那個可以在裡面玩 可啊 就是他有一個 我有一個 idea好不好 喔 idea 欸 你先不用射我們先看看他 射到 拉滿弓射擊劍會死掉 欸 這會 喔這不會回血喔 這不會回血 這不會回血 一線 喔所以一件差不多五滴 兩件 兩顆星 可是也不一定有沒有 有時候他因為弓箭會飄 五件 兩顆半 能五件 兩件 好 來 喔 我們等一下靠近 他他有 遊戲有倒數嗎 我們也來測一下 如果不行的話可能就要 有八分鐘應該還可以 對 來 我們今天來 弓箭對決 但不是一般的弓箭對決 是要 你問我答 台灣vs馬來西亞 遊戲規則是這樣 我會問 就輪流問對方一個問題 我會問跟台灣有關的 他200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他會問馬來西亞有關的問題 那就看我答不答出來 如果我答不出來 那你就可以射我一件 咖哩 這不會回血 這不會回血 也不能打人 就是用射空間 那我們遊戲過程當中 不可以移動 就是你 比方說你射我嘛 我一定會被你射越遠 所以到比較遠的時候 就是考驗 多少會考驗一點點小技術 那我們只能用跳或者是蹲 只能用跳或者是蹲 去躲避 那也可以用Anderport 就是在你射的時候 用Anderport傳送走也可以 可是Anderport一個人只有兩顆 這樣 對 那你要射的人 你也可以選擇先Anderport過去再射 也可以 OK 那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就 第一局嘛 第一局 因為他時間也有限 我們可能也會比到 比到那個生命點數 第一局讓你先啊 讓我先啊 對一開始 來來來站好站好 站中間一點 中間一點 你站這個 你站這個 我們一開始 雙方離五個 好不好 12345 你要問我喔 問我 問你 OK 先來個 軟身題 好不好 軟身題 好 飲食生活相關都可以 在馬來西亞有三大種族 拿三大 誰知道 好啊 好啊 我不知道 我等一下 那你要告訴我答案 答案喔 對啊 華人 馬來人 馬來人還有印度人 好 好 可以生喔 對 耶 我以為你會耶 不是啊 我以為會有一些別別的啊 別別的 比如說什麼 就是一些原住民之類的啊 喔 沒有 就三大種 還有其他原住民 可是就主要就是那三大 我以為你要弄得複雜啊 對 不用說像我就會問你 欸那你剛剛這樣問這個問題 那台灣原住民共有12組 那是哪12組 你回答出 五個 就過好不好 嗯 原住民喔 對 那 那 三藩 三藩族算嗎 台灣 三藩族是什麼 從來沒聽過 蛤沒聽過喔 沒聽過 呃 呃 呃 那個 呃 呃 游牧民族 哈哈 那是 那是大陸的不是我們 哈哈 我 我只可以 講出我所有 知道的種子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 欸你完全不知道 有一些還蠻 有名的啊 比方說 那個 有一些比較紅的啊 都是 某一個種族啊 你知道原來台灣原住民很多唱歌的嗎 蛤 蛤 紅 阿妹啊阿妹他也是原住民知道嗎 好了你不知道啦 是喔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啦 好啦阿美族至少也要知道吧 阿美沒聽過欸 泰魯族排灣族 完全沒聽過 完全沒聽過 換你問 換你問 換我問喔 嗯 呃 呃 想一下 啊 呃 所以 所以我可以 可以問比如說 馬來文 對不對 你可以啊 你問馬來文 等一下我也問台語啊 來啊 算了算了 你要這樣互相傷害嗎 可以啊可以啊 那這個 馬來西亞 他 那個 有口音啦 就是講華語有口音 對 那我們 在馬來西亞講 水草 的意思是什麼 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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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曾經有聽過欸 稻米嗎 稻米不是 那是什麼 要揭曉答案了 揭曉啦 我已經不知道了 就吸管 吸管 啊 這我有聽說過 我有聽說過 跟你說啊跟你說啊 來來來 我回答不會看聊天室的 沒問題 我考你一個很 很有趣的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飲料 你有知道珍珠奶茶吧 那你知道台灣 那個飲料店 如果有波霸奶茶 跟珍珠奶茶 他們是怎樣的關係 蛤 波霸奶茶 嗯 有 有加奶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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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呵呵呵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好啦 你不知道啦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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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個很快 有些人也不知道 一般我們說珍珠奶茶 那個珍珠就是大顆的 可是如果那個飲料店 他有賣這兩個 波霸奶茶 跟珍珠奶茶的話 他的珍珠就是小顆的 然後波霸奶茶的那個波霸 就是你所認知的那個大珍珠 懂嗎 所以波霸奶茶的珍珠是 比較小顆 比較大的 沒有比較大的 對 因為有些人會喜歡喝小珍珠 那他就會特 他小珍珠沒有特別說 叫做什麼名字 那他反而就會把 原本的珍珠奶茶 叫做波霸奶茶 喔 可是這其實就是有一點 有點混亂 就是因為 如果這個飲料店 他沒有賣波霸奶茶 那他的珍珠奶茶 就是大珍珠 就還蠻87的 對 這裡好像沒有看過 就只有分 你沒有只喝過小珍珠 小珍珠真的是 用小吸管就可以喝 不用那特別大吸管也可以 有 有我喝過小珍珠 可是他 如果你 假如你喜歡喝小珍珠 你就直接去那一家 有賣小珍珠的店 他沒有分 他沒有一分 我們還有一分半 快你趕快先問一題 來 來下一題 嗯 OK 馬來西亞有一個美食 就是 馬來 馬來人 吃的飯 那這個飯呢 他是用什麼做成的 飯啊 米飯啊 對對對 他有 他有飯啊 你說用什麼做成他有飯 有沒有 沒有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飯 你說用什麼做成 他做成有飯啊 你自己沒有問清楚 很難表達齁 你好好想一想 等一下等一下 呃 我覺得這裡已經美了 好啦 你等一下可以再問 再同樣的你可以問刁鑽一點 OK OK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 讓你讓你一分 讓你一分 哎呀哎呀 三十五秒 呃 那你知道 你知道 台灣有一個東西叫做牛舌餅 嗯? 牛舌餅 那你知道牛舌餅 他是用什麼做的嗎 牛 呃 餅 牛舌餅什麼餅啊 餅啊 餅乾 麵粉麵粉麵粉 對欸其實我這樣問也是對的欸 我在想什麼 我應該要問刁鑽一點啊 我在想什麼 呵呵呵 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什麼 哇 好第一局 平手 平手 平局了 跟我一樣喔 來 我等一下可以再問更難的 好不好 OK 欸 再來一局 再來一局 重賽重賽 這個也是臨時想的啊 大家可以給我那個題目 欸 但答案我會自己想 好不好 那這一次 換我問囉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來 那我接訓牛舌餅 牛舌餅不能亡 牛舌餅是台灣哪個地區的特產 台...台南 去宜蘭 有機會去 就要買牛舌餅 宜蘭喔 宜蘭好像沒去過 好 換你換 所以 好 我繼續跟他那一題 我看到一個錯題目喔 馬來西亞的最著名美食椰漿飯 它的 還有一個 辣椒醬 那個辣椒醬 叫什麼名字 你這個也太挑戰了吧 就辣椒醬 馬來辣椒醬 馬來辣椒醬 它 呃... 怎麼說 它不算是那種傳統辣椒醬 不是那種 麥當勞吃的那種 誰知道啦 不知道 這太專業了啦 好 叫 Samba Samba 所以它是一罐那種辣椒醬嗎 它不是 它就是在裡面可能有 蔥 大蔥 所以是特別調出來 然後那樣調出來的東西 那叫做Samba 就是它 就是多數都是配椰漿飯 只要有椰漿飯 就一定會有那個 但是反正它就是調出來的 然後才叫Samba 不是特別就是 一罐的那種 不是 對 OK 好酷喔 來 來 馬來西亞有鹹酥雞吃嗎 鹹酥雞小店 有有有 唉唷 那這個說不定你可以回答 鹹酥雞的店 它的通常那個鹹酥雞 會配什麼菜 那個那個那個 我不知道馬來西亞會不會 就台灣你叫鹹酥雞 尤其是那個 小芬其實都會啦 就是小芬大芬都會配一個菜 九層塔 唉 對 你會喔 哇塞 其實好像馬來西亞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 九層塔 但是它有時候會有飯 飯 點鹹酥雞還有飯 對對對 就是放那個九層塔 可是我問我 對對對 好像不知道那叫我名字 就是普通的台灣小吃店 就一定會有 會啦會啦 來啦換你問啦 可惡 來來到我 嗯 嗯 想一下 想啊快點啊來啊 OK 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哇好難想喔 你可以趕快Google一下馬來西亞有些什麼 30秒內要問出來喔 馬來西亞有一個24小時賣印度美食的 24小時的店 餐廳 嗯 嗯 等一下 不要 不要在馬來西亞吃印度飯啦 不是不是印度飯 這沒有飯 印度餐廳 印度抓餅 便會 是 為了